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2月5号星期一 杨恒均的这个事 杨恒均这事以前我们说过 我后来是不是录了会员 我们也发出来了 对不对 那个会员 过了一年之后我记得 就没想到他这事拖了这么久 原先我们说等杨恒均判了之后再说 我看一下杨恒均那个会员 我们到底发没发 算了 一会再说吧 一会再说我们录了一个会员 然后本来说等杨恒均宣判了之后 我们把那个会员视频发出来 但是后来过了好像一年 一年杨恒均还没判 还没判 我不等了 我发出来再说 我就给他发出去了 我记得我发了 对吧 杨恒均这个事 咱先说杨恒均这个事 咱先说官方消息 官方消息上杨恒均又名杨军 他有一个化名 中国以间谍罪拘捕了5年 2月5号在北京 昨天 他们是昨天 咱们是今天 比较晚一天 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 5号的时候发了记者会 说澳大利亚政府对这一结果感到震惊 我们将你最强烈的措辞做出回应 并且召见了中国州澳大利亚大使 表达了反对意见 因为杨恒均他现在拿澳大利亚的护照 他是澳大利亚籍的 那是2019年1月 杨恒均在广州白云机场 以涉嫌进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活动 遭到拘捕 2021年5月27号 北京法院开庭审理杨恒均案 期间延期宣判超过10次 他这个事反正 斗争了很长时间 这5年来反正有很多 就是说内部的这种斗争什么的 但是这种 但是最后反正结果还是这样子 那杨恒均的家人说 在关押期间遭受了超过300多次审讯 已长达6个月的严刑零虐 这个我觉得据我所知 当然这都是官方消息 好吧 咱先把官方消息说完之后 我最后跟你说说 我们得到的一些消息 那杨恒均就说肾脏 长了一个10公分的囊肿 但当局并未立即提供治疗 到此为止 算是官方消息说完了 所以说我得到的消息 我得到的消息应该这样 就所谓他家人说 说六个月的严刑零虐 据我所知并没上刑 几个原因 第一个他年纪大了 身体也不好 上刑可能就死在里边了 第二个他是澳大利亚籍 被抓了之后 澳大利亚政府当时是非常关心 实际上在莫里森时代 澳大利亚的政府 就在跟中国进行各种联系 为了给澳大利亚政府 也一个面子 并没有用严刑 但是他的整个待遇 是非常非常的糟糕 但是这种待遇 不是直接上刑的待遇 而是什么呢 就是说给了他非常恶劣的 这种生活和居住环境 非常非常的恶劣 那比一般的这种 就是说犯人 要恶劣的多 那这个东西 到底就是说 算不算是一种 就是说上刑 这个很难说清楚 因为中国监狱的待遇 就吞思不齐 有的监狱 像前程待遇好一点 有的监狱待遇 非常的糟糕 那他就是说 比一些北京和大城市的 这个监狱是糟一些 但是跟一些 就是说比较糟糕的监狱 也差不多 就是说正常的 中国糟糕监狱的待遇 待遇是非常的不好 这个是事实 其中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 关在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 这个我们也听到 但是具体的东西 就不说 其实这些东西 我觉得你在晚上查 能查到 也有人听到 得到这些消息了 具体我们就不说了 因为我不想去渲染 这种苦难或什么的 咱们不是一个 来歌颂苦难的一个频道 对吧 我觉得财新搞不好会说 财新上次说 淋漓尽致 一条一条都给你 就是详细的拿文字去描述它 我不知道媒体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没什么意思 然后这是其中一点 这个东西 其实它属在一个 就是说 用行和不用行的 那么一个 就好像一条线上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也接近于用行了 好吧 但是他的家人有这个说法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关于他的传言 传言是什么 传言是这样 说习近平现在倒查20年 倒查什么 倒查 当然了 这个倒查不光是查官场 现在部队也在查 俗书圈也在查 整个道查20年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说 连最隐秘的这种情报机构 现在也在道查20年 杨恒军之前 是中国国安培养出来的 一个战士 国安战士 当然了 杨恒军已经很多年前的了 他后来很多年前 就脱离了国安系统 他90年代的时候 90年代到现在 24年 对吧 九几年 他是也差不多有20多年 有30年 没有30年 对吧 30年了 对吧 30年前 他九几年的时候 当时在海南国安厅工作 九几年 到零几年是十年 一几年 二几年 这真是30年了 杨恒军30年前 为海南国安厅工作 他工作期间 他就是说派驻到香港 他在香港 算是国安派驻 这种间谍 当时他在掩护 给了他一个掩护的 一个身份在香港 他是什么 他是香港的 中国旅行社的经理 去那看似去做生意 去做旅行的生意 但是实际上 是国安的间谍 是特务 然后在此期间 进行了一个 跟台湾的情报部门 当然 就是说现在香港 曾经就说 香港是美国 什么亚太情报中心的总部 然后什么台湾情报部门 也在这里 香港在收回之前 可以说 全球的间谍 都在香港 有自己的中心 但现在国安收回之后 所有的间谍 全跑路了 全都跑光了 曾经的时候 实际上在香港 交换情报 大陆也去 大陆去香港那地方 也派人过去 买情报 也去卖情报 都有这个情况 当然香港就个间谍中心 当然最后 等于三通中 彻底之后 国安一进去之后 大家全跑路 现在间谍的 基本上就跑光了 杨恒军 当时在90年代 在香港的时候 跟台湾的情报部门 在那里取得了联络 联络之后 向台湾情报部门 一共出售了40份文件 其中有31份 是绝密文件 有9份是机密文件 总售价440万港元 平均每个 就是11万港元 当然你现在听起来 非常好 但是非常少 不值钱 但是你要明白 这是在30年前 30年前什么概念 九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工资都很低的 对不对 那个年代 90年代初期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在中国 你买一套房子 10万 20万 就买套房子 你现在多少钱了 对吧 所以不一样 反正当时就卖了 卖了400多万的港币 现在对这个事情 进行倒查 就30年前 你向台湾情报部门 出售了中国这边的情报 好不好 这个是得到小赵消息 不见得准确 不见得准确 但是现在据我们所知 杨恒均是不认罪的 杨恒均认为 这是欲加之罪 何万无辞 为什么这么说 杨恒均说 说这是中国的间谍机关 标准的故意喂料行为 是奉命做的 是中国政府让我做的 这个料是有它的目的 传递给台湾是有它的目的的 然后让我假装是叛变了 说谋间谍 把这个情报 卖给了台湾情报部门 而这个料实际上 是中共要喂给他们的 所以我是奉命这么做的 这是政府行为 怎么能说我叛变呢 这是杨恒均的说法 但是中共这方面不承认 反正现在这个事 大体上就这么一个事 说实话 以他的情况来讲 当然杨恒均现在说了 政府做的 假如说不是政府做的 假如说这是真事 假如他真的这么做的话 按照老共来讲 就这种情况 就是说你把 你作为一个中共间谍 然后把中共的绝密材料 卖给了台湾情报部门 这个来讲理论上应该是判死刑 应该吃枪子了 但是杨恒均毕竟还是这句话 他是一个澳大利亚籍 他也拿了澳大利亚的身份 所以无论如何 给了一个澳大利亚一个面子 这算是其实算是轻判 算是从轻发落 要不然的话 应该判死刑了 判了死刑了 缓期两年 一般的死刑 缓两年的话 之后转到两年之后 一般就转无期 杨恒均的这事 闹成这么大 闹成这种情况 我个人认为习近平不下去 习近平不死之前 杨恒均我看他估计是出不来了 而杨恒均现在来讲 他现在是58还是59 好像也快60了 我看这意思 他怎么也得再过10年 才能出来 然后他现在身体这个状况 搞不好就是出不来了 很有可能 这一别就是一辈子了 就完了 至于他老婆 他老婆染香 染香好像 他们俩是不是生了两个 还生了两个女儿 好像 这就那么个情况 那染香曾经也是大五毛 跟什么孔庆东 什么都混在一起 是吧 也是大五毛 最后也遭受了 这个算是无产阶级铁拳 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但是说实话 如果他老公这个事 真的不是奉命做的 而是自己卖了钱的话 那我说实在的 那应该枪毙的 那应该最有应得 那他作为一个五毛来讲的话 也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我想对不对 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么到此来讲 就是说坊间的传言完了 再说一些 更加虚无缥缈的传言 这个还接近真实一点 再说一点更虚无缥缈的 就是一些东西 做一些分析 中国情报部门 据我所知 因为其实海外有很多 都是以前情报部门下来的一些人 其实你像我们认识 很多土豪 所谓的土豪都是这样子 都属于什么 就是说父母辈就是军人 但是实际上父母辈的军人 级别并不是很高 有一些高一点 能当到团长都算比较高的 有一些甚至他的父母辈 其实就是连营一级的干部 并不算是高官 但是的确确是部队内部的人 然后这些人通常都是 16岁左右就参军了 因为通过父母辈就参军了 参军很早 进去当兵之后 有的还不错 在父母辈 因为父母辈就在部队里混 非常了解部队这个情况 混得还不错 出来之后 莫名其妙 就什么退伍 转业 然后就开始去做生意 到东南亚一带做生意 有的去香港 有的去新加坡 有的去哪儿 反正去做生意 做生意之后 莫名其妙就发了 这些人其实在海外 有很多这种中国土豪 大体上都遵循了 这么一个轨迹 然后等到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觉得对人很好奇 然后我们可能通过一些手段 我们想 看看这gromer到底什么意思 然后就会传来给你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往往都是同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这个人的档案不可查 就是只要尝试一碰 就发现 这人不能碰 这个人就是说 通常都是什么 他的档案被封存 20年不许查 30年不许查 但这不是最高 最高的是终身不许查的 但是就是说 一般来讲 20年不许查 30年不许查 他的档案的时候 就说明这有什么情况 你懂吗 所以这个事 他说不清楚 但这种东西 我们已经 就我们 你想 我们算老几 对不对 我们都看到过 三四个 就是不到三四个 两三个 就这种情况的 我们都遇到 当然有人是伪装成这个样子 给你假 当然这里边就是真的 就我说真的这样子 其实不多 我遇到的反正不多 两三个 但假的这个特别多 假的 他暗示你 他暗示你 我是这种情况 他暗示你 我是这个 你懂吗 他暗示你 他让你相信 他也是这种情况 但是真的你去尝试 了解他的时候 你发现他不是 他是吹牛逼 他不是 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 就是说很多这种情况 你不要唯一说 然后你就开始 你就去相信 一帮傻逼骗子来骗你 你知道吗 他实际是假的 假的 有很多人 他想装成这样子 你知道吗 有人想装成这样 但是有真的是这种情况的 你懂吗 好 这里边是要一个问题 你跟人了解的时候 你发现一个问题 这里边有一些人 是主动脱离了系统 有这样的 有一个小伙伴 喝点酒 然后就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也不满意 我也想退党 但是退不了 为什么呢 他说我现在 每个月退休费 退休费 好像将近两万 两万人民币的退休费 他们就给我打到账上 他说退休费 在那我都不动 我不去取退休费 我不碰那退休费 知道吗 然后他说 我想退党的 我想退党的 知道吗 他就出来好多年 想退党 但是退不了 为什么呢 他说他们退的退休费 不到我的账上 他们交党费 直接就从我退休费上 就滑走了 那退休费 我又不敢碰他 我又不敢取 然后我又不敢跟他们说 说你能不能就别替我交党费 因为你不交党费 不就退党了 又不能说 所以他说反正就在这儿 就说你要一说 他还在交党费 还在那什么 但是也不是他自己主动的 就喝点酒 反正就说点大实话 说这种情况 你懂吗 所以这里边就是 你很难说 然后你刚才跟人家接触的时候 你聊天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实际上他已经脱离这个系统了 完全脱离了 有另外一个哥们 跟我也是喝点酒聊 他说 当时不是坊间有传言吗 坊间传言说什么 说谁 还有什么 叶显宁 叶显宁 不是号称叶显宁 说在海外有什么 三千死士 八千死士 他说那个其实谈不上 只能说 就是说在海外 他发展了一些 就这种关系 发展了一些关系 谈不上什么 三千死士 八千死士 但是当时坊间谣传 说叶显宁到最后 跟习近平的关系还不错 说习近平叶显宁 推上来的 说叶显宁 后来把他的这套关系 传过来了 叶显宁当时 我们之前说过 叶显宁当时 跟蒋介宁关系到得非常僵 叶显宁还不错 因为有叶剑英的这种关系 在最后不敢动叶显宁 但是把纪盛德 纪盛德最后是 本来纪盛德要判死刑的 后来纪鸿飞自杀 这个事你们自己去查 我就有年讲过 我不再多说 那么纪盛德 好像去年放出来了 纪盛德去年放出来了 纪盛德同志 要能接受采访 我觉得不错 如果能看到 想不想接受一下采访 但是说这意思 就是说纪盛德 就是去年放出来了 然后叶显宁当时 就跑到广东去了 基本上就不回北京了 生气了 躲到广东去了 那么就说叶显宁 当时其实就是说 发展了很多东西 他这些东西 其实不光是他这一辈的 从他父亲那一辈 因为他们就是说 自己从广东出来 就是说对沿海周边 东南亚这一带 有很多的这种关系 有的时候 到他父亲那辈传下来 传下来 传下来之后 就是说 这些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关系 就是说是级别也比较高的 这种关系 你懂吗 级别比较 其实像这个谁 杨恒均这种 杨恒均实际上已经不是 就是说纪盛德和叶显宁 他们那一波的关系了 你懂我意思吗 杨恒均这一波实际上 已经是江曾上来了之后 他们自己培养了人 你知道吗 所以老一波的关系 实际上在江德民时期 就都断掉了 纪盛德和叶显宁 跟江德民不合 不合呢 导致他们就是说 总参下边的很多的关系 全部断开 然后在那个期间的时候 之前我们也说过 实际上在那个阶段的时候 国安是不行的 国安实际上在搞内部 那时候开玩笑 就是说国安的情报 从哪来的 都是北京 比如说搞一些 比如说外交人员搞餐会了 然后那偷听 偷听了 都是这么来的消息 然后说国安那时不行 然后那时候发现总参 有点猫不动 猫不动之后 他怎么办呢 就从国安之后想办法 然后国安的这个时候 开始得到的 就是说国家的大量的资源 这种东西投入进去 国安现在越来越发展的厉害 国安就从江东时期 就开始起步 也是就是说 跟总参他们 就是说进行一个 这种权力的制衡 后来到了胡锦涛时期 跟江明关系也不好 然后反正关系出了 一团糟 为什么习近平要倒叉20年 这倒叉20年 是有一定道理的 是有一定道理的 咱们就是闲聊 咱们说 那这种情况之下 等到胡锦涛时期 发展也不好 胡锦涛时期又出现 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说 在江东民接手的时候 在基盛德 叶显宁他们 跟江明关系不好 导致整个前面 就是说两代人 发展的这种关系 其实是断了 就跟庄政府 实际上是断的道了 断了之后 江东派系 就开始发展自己的人 重新到香港 像杨生军 向心 向心当然 向心他不承认 向心这个事 就很复杂 向心其实他 还是有点问题的 但距离不说 但向心现在 应该已经跑路了 不是从坡跑路了 就从台湾 好像给他放了 是不是已经放了 那么像这一拨人 就杨恒军 向心他们这一拨 实际上 后来江东派系 是派到香港去的 到香港做生意 搞到上市公司 等等 这就是一拨人 这拨人 实际上跟叶显宁 金正德他们那代人 是两代人了 之间的联系 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是几乎就没有 没有这拨 那这一代人 就杨恒军 向心这一代人 跟叶显宁 金正德那边 就级别 党次 人文素质 都差了很多 差了很多 然后到了胡云涛 这个年代 就是说像杨恒军 向心这拨 跟胡云涛 这个年代 又开始脱钩了 那这一代人 你就不知道 杨恒军 向心他们这一代人 我不是特指他们两个 我指了他们这一代 你懂吗 我不是说他们两个人 你一定不要误会 但是我总不能说名字 你懂我意思吗 就这俩人是能说名字 你都知道 别人名我能说吗 那能胡说吗 对我胡说完了之后 你兜着 虽然我们不能说名字 但是我们说 就特指他们这一代人 就江征的这一代人 跟胡云涛这一代 又脱钩了 因为江征和胡云涛这一代 和胡云这一代 实际上是不合的 不合 胡云这一代 又开始了 重新发展自己的人 这一波的档次 就更低了 江征这一代 还有一拨人 还有一拨人 知道于品海吗 于品海这一代 于品海最著名 成名你知道怎么成名的吗 他在重金 在海外购买了多维 那跟谁买的呢 据说是何先生 不是据说 就是肯定就是何先生 所以就是说 咱们就和平吧 都能查得出来 对不对 于品海向心什么 杨军恒 他们这一代 我们把何先生先跑一边 先跑一边 咱别把何先生加进来 画一条线 我们可没说何先生在里边 但是就说这一代 于品海他们这一代 实际上都是江征派系的 你懂吗 那么到了胡文派系之后 就又开始另立炉灶了 又完 知道吗 因为什么呢 就是说他接不过来 他不像部队 部队是明摆着的 对不对 你是二炮的 你是谁的 你服不服 你得给我接过来 但是他们这种海外力量 他由于是有秘密部队 所以他是一对一的 单线联系 知道吗 就所有的这几千人 可能都跟叶选宁联系 或者都跟基盛德联系 连叶选宁下面 当然叶选宁下边有人知道 叶选宁下边 大哥 大哥好像改名字了 你知道吗 我这两天 我后来我来打听打听 前两天有 这个别说 这个严贤叶选宁 那闺女 拿我们找乐 拿我们找乐 我不录了一期视频 录完之后 我看她不说话了 是不是 我看她还算 还算可以 对不对 当时我这跟她说 我说大哥 大哥还记得大哥吗 对不对 大哥对不对 我说要不要 我跟她枪火吗 她不拿我们找乐吗 她叫什么 叶镜子 是不是 拿我们找乐 是不是 拿我们找乐 我跟她枪火 我说你什么也不知道 你什么也不了解 对不对 咱枪那火 我说你爸的事 你真不知道 我说你有种 你叫大哥出来聊 对不对 据我听说大哥现在改名字 大哥还升官了 这点过来承认 当然这我还不确认 我还不确认 有人给我一个小赵消息 说他改了一个名字 就是说因为你们 你们老念叨人家 老念叨人 人家干脆改名字 改名字之后 又升官了 现在应该是中国 中国所谓的四大 什么保利 还有那叫什么 四大 我以前讲过 想不明 我不说他是哪个 我不说哪个 反正他是在四大 就是说所谓的四大金火商 就是四大都是总参 他们搞的这种企业 你知道吗 四大里面 他现在官 官员身上升得非常高了 已经到了相当高级别了 改了一个名字 改了身份之后 升上去了 要不然的话 他因为之前 履历实在是太 好多人都知道 所以有一些问题 但是这个我们先不说 我打听打听 我现在我不确认 我以前想打听 一直没 我们有一个小伙伴 年纪大了 有个小伙伴年纪大 年纪大了之后 出了一些问题 出了一些问题之后 我也不忍心去说 因为他们那边 都江东那边 都多大了 都70多岁了 老爷子都70多了 但据说身体不好 现在出问题了 好长时间都不跟任何人 那个什么了 我一直想去 但也一直不好意思问 等我过一段时间 过一段时间等 看要是身体好了 我们再去问 我问问这个是不是 他大概改名 改名升官发财了 咱们再说 但是反正 有人给我传递了 这么一个消息 反正 当然这一代人 都是叶显宁这一代 这一代 因为他是名的 他是叶显宁下巴的 我跟你说 当然叶显宁 我那一坐 后面站两个干儿子 还记得吗 这一代也是名的 这一代是必须要接过来的 这一代走不了 但是外面这一波 就不好说了 这一波的据说 从叶显宁那年代 就没过来 为什么没过来 有另外一位老爷子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们就聊天 聊天的时候 当时坊间不传 我说他们都说 叶显宁 老爷给您请教一下 他们都说 叶显宁 当初下去了之后 不是带了所谓的 三千死士 八千死士 他说还在都胡扯 反正有他的关系 不能说这种什么死士 我说他们坊间都传 说叶显宁 最后临死之前 把这个东西 最后传给习近平了 说因为他相信习近平 习近平是他保语上来的 他说 他说 他说首先来讲 因为他们都出来多年了 跟里边的联系 并不是很多了 并不是很多 他说 但是就他来分析 从逻辑分析 他认为没有 那为什么 他给了我一个讯息 他说 很多年没有人 跟他联系了 他说 但是当习近平上来 隔了那么三四年之后 他说具体时间 他想不起来了 有一个原先的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人 知道吗 就是说原先在他们总参里边 非常非常低级别的一个人 但是呢 是跟他打过照面的 这个人跟他是认识的 然后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他说这个人 现在已经上来了 就是当年的时候 就是三十年前非常低 但是后来到习近平那时候 上来了 然后这个人 隔了很多很多年了 都没有联系了 这个人突然通过某渠道 联系了他 联系他之后 什么也没说 就是闲聊 聊聊聊 后来呢 然后就闲聊 维持了一下关系 后来这个人就出来 到了海外来了 还来之后呢 去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请了他吃了一顿大餐 就说是聊聊 过去的感情 但是呢 这人一打电话 一联系他的时候 他就通过某种方式 就知道这个人 实际上官升上来了 但这个人是有他的掩护身份的 然后在海外呢 吃了一顿饭 然后吃饭的时候呢 这个人就问了他一句话 就说 大哥当年 全身谁那些人 你还有联系吗 你知道吗 他说 好多年都不联系了 然后他说 你看你这联系我 他说我这十几年 都没有人联系我了 就是就你联系我了 你知道吗 就是这意思 所以他跟我说呢 他说 他说他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 然后跟这些人都 不管是他的同辈 还是下辈 都多少年没联系了 但是在习近平上来 三四年的时候 联系他 吃了一顿饭 然后呢 他说吃还不错 吃还不错 挺高 很回味 很回味 那个据说 开了一瓶酒 都几万美元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他说 他说呢 他当时没说话 但是就推过去了 但是他跟我说 他说如果这个人来了 问他这个问题的话 他就通过 他们这种人 就是说 就是说话的时候 就你多问了一个问题 或者多说了一句话 他非常敏感 他就意识到 他说 那说明什么 你知道吗 说明 郁显宁的这个关系 并没有给习近平传过来 他说你想要传过来了 他他妈来问我干嘛呢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大实话嘛 对不对 他怎么会来问我呢 传来就没人 他突然没人联系我了 就没人来问我了 对不对 那既然能够大老远的 好来了 问我 就说明实际上是没传下来 所以说坊间的这个传言 应该是不准确的 就叶显宁的这个东西 没有传下来 你知道吗 好吧 那到这里呢 咱们就说一个 就说明 就是说 我想说什么 就是说 已经断了三代了 断了三代道 就是说从 叶显宁 他们年代 其实比江民还早 那个年代 那一波的人 就没传下来 到江民道又重启了一波 胡敬涛这会儿 被逼无奈 又重启了一波 然后到了习近平这 又开始 由于又不 又不相信江登时期的人 又不相信胡文时期的人 又重启了一波 所以呢 中国呢 在这个 就是说近几十年来吧 就其他地方还好 但是在这个 就是所谓的海外的 这种情报部门 这好 就是说资源的重复的 这种浪费是非常多的 然后这里边有一些人 真的现在就是反 像杨和军 其实是反的 是不满意习近平 不满意中共的 但是也有一些人 在海外待久了 实际上对祖国 是有一定的这种热情的 那我们也 在聊天的时候 他不会明说 但是呢 就是说这个人反不反 聊聊天 反正我们可能是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可能我比较真实 然后呢 说话没有把门的 你知道吗 我想起来就是说 讲那个 温铁军不就说吗 说老毛南巡 南巡之后呢 就见当地的地委书记 然后地委书记下地理去 也不干什么去了 然后呢 那时候没有手机 没有衣衣 找不回来 有一个二十二三岁的 一个这个 他们一个地委的副书记 就是当年 就是早参加红军的 然后见到老毛 然后一聊 老毛发现 这哥们是真的没成福啊 有什么说什么 都他妈说出来了 所以老毛还特别喜欢 我有时候我在想 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 我嘴没把门的 所以有一些呢 我觉得老前辈呢 好像就觉得 好像比较 就像一张白纸一样 你知道吗 然后呢 那个肚子里有什么 往来倒什么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我跟这些就是隔背的 这个去聊天 还挺愉快 大家都挺愉快的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 老人家好像比较喜欢 我们这种 就是口不这来了年轻人 你知道吗 所以呢 有的时候还得到一些 很有意思的东西 很有意思的东西啊 所以呢 就说明什么 就说习近平对这里面 倒查二十年 查什么呢 一个我想可能跟有一些人 取得一些联系 有一些可能就要回归回来 那么你呢 聊天过程中已经明白 有一些人实际上 现在就是说很反习 很内什么 就是不想你别炸我 不想理你们 对不对 有的人呢 实际上有点觉得 就是说呢 国家发展到这个程度了之后呢 他不是说喜欢习近平 也不是说喜欢共产党 某种程度 我觉得海外有一些人 实际上是爱国 就是对这个国家 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民族 有这种感情 希望这个国家好 希望社会好 希望民族好 其实还是有这样的人的 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人 像杨恒军这种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实际上 杨恒军在海外 有一定的资产 日子小日子过得相当不错 对不对 那他的这些钱 从哪来的 其实有意义 咱们不 你很难说清楚 有的可能是卖行报都来的 有的是给了一些经费 或者有一些呢 你像这个郭文贵 郭文贵那时候做生意 去做生意 动不动就拿着马剑 马剑当时国安部 傅不然给他开了这个证明 就证明说郭文贵这个同志 为中国的国家安全 做出了重大过去 是我们国安的重点培养了什么的 就以此来做生意 你要明白 就国安部一旦开了这种东西 你去做生意的时候 有些人本来是不愿意见你的 有些人本来不愿意跟你做生意的 但是看到国安部 开了这东西之后呢 那就见见吧 你懂吗 那就见见吧 要见一见 这个生意可能就有得做 所以郭文贵最后 挣了几百个亿 也是打着 他是国安部的这种 你懂我意思吗 也是这么来的 所以很多人呢 你说他挣了这个钱 有的钱是自己挣的 有的钱呢 就是是坑来的 是骗来的 是卖情报的 但不管怎么着 当然了 郭文贵 我们得承认一点啊 就是说拿着国安的这种 这种说明去做生意人多了 但是只能做到郭文贵这级别也不多 郭文贵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那的确他是 他是有能力 各样能力超强 当然了 国安在一个加持 那只是一个光环 但是真的能够把这生意做成这样 郭文贵有他自己的个人能力在 但是这拨人 反正不能说 都像郭文贵这样 挣了几百个亿吧 但是几千万几个亿 总是有吧 杨恒军这种 对不对 那这些钱从哪来的 那你说你是卖情报来的 你是国家经费来的 你是依靠国家在背后做支撑 做生意来的 不管怎么着 你是拿了国家一笔钱 小日子过得很 很不错 对不对 那么你呢 就是说你哪怕你对国家没有感激之情 没有这种之情 你呢 你姓满名去过日子 骂骂街在底下骂就得了 但是杨恒军又公开的在做一些事情 又公开的做一些事情 你知道吗 就会他给人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例子 什么例子 给他的那些学弟学妹们一个例子 就是说你看我 我也是特务出身 我出来之后拿了国家经费 挣了钱 然后呢 又回去骗了一个大大王回来 对不对 好像那个眼上小很多岁 也得算小娇妻吧 可能比他比他小20岁 是不是 不是17岁就20岁 反正小了小不少 对不对 又骗了一个老婆回来 政府给我拿钱 吃香的喝辣的 政府还给我送个媳妇过来 然后呢 我在这反政府 你知道吗 就会给很多的这种 就是说后边的这些特务 和情报人员 一个非常不好的 一个反面形象 就是说呢 我也可以这么做 我也可以叛逃出来 我也可以拿了政府的钱 然后吃香的喝辣的 然后我还怎么着 你懂吗 他这种东西 他就是非常不好的 一个坏的一个榜样 和坏的一个例子 所以呢 我想动他可能 我一定有这个里边 在里边 然后还有一点呢 他呢 就是说接触人又特别的杂 他说是这个退役了 不搞这个东西 但是接触人里边呢 百分之八八十 还都是这帮人 所以动不动就有人跟你说 说我跟杨公军特别熟 喝过酒 那你也是特务吗 别吹牛逼 你懂我意思吗 你是特务吗 对不对 你跟杨公军熟的 杨公军熟的吗 百分之八十都是特务 那你不是特务 你是什么东西 你给我讲一讲 情报人员 你懂吗 所以不要拿这种事 吹牛逼 好吧 他就这么一个情况 好吧 不管怎么着 我觉得说实话 我觉得也应该倒查一下 也应该查查这些人 然后有一些东西 我想呢 就是说不能让所有的这些资产 就都好像浪费掉 因为这里边 我知道有一些人实际上 还是爱国的 我觉得这么说应该没问题 好吧 这就快三十分钟了 那今天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